今天繼續來到我們2023年DSC解卷卷1第12條A部分 考驗我們一個很正老的部份變 有一個銜數叫做fx fx有一部份是常數constant 我們會當上數叫做k 另一部份是會隨著x2正變 我們會叫做hx二次 constant是重要的,就算是除x2正變也好 是要放上數在前面 然後他就說f10會是62 即是你代替10到x的位置 是會計到62出來的 所以就會是f10 會等於 將x是10這樣代替 加h乘以10個square 會等於62 這當然是100,不按機了 k加100個h等於62 因為你做過partsaver都知道 部分變的題目 將會用到連立方程 所以這條式極大機會 是連立方程去解h和k 所以 跟手記錄下1式的符號 還有題目就說明 f15等於122 即是你代替15的話 就會等於122 所以是k加h乘以15的square等於122 15square會是225 都心算算得到 k加225的h等於122 這條叫2式 好了 兩條式解兩個未知數 一如既往 我們都是用連立方程 我們會這樣說 解以上方程 接著我們就按機了 我們按program 1 好了 那就會順著未知數 1 100 接著這裏會是62 這個位置就好看你的計算機的program 和我的擺位是否一樣 因為我的計算機入了program 就是習慣把concent放右邊 如果你的計算機program是把concent放在左邊 然後右邊是0這個格式的話 這個位置就要按-62 好了說完了 我們繼續按第二條式 1 225 接著最後按122 OK 一按 你會按到k是14 和h是40.48 所以 k等於14 和h會等於0.48 0.48 即是12 over25 好 接著我們有首尾D 寫給人知道那條式 fx的完整 真面目 原來就是14 再加12 over25 x2 但未完的 因為題目現在叫我們計算是f5 所以我們要計算 把x代5 這樣代上去按機 f5就等於14 再加12 除25 再乘以5的square 5的square 就是25 就和25 約了 即是14加12 你會計算f5 等於26 這就是a part的答案 那